中文字幕志愿者 非洲是我第二个家 我们在非洲盖学校 挖水井 教当地人怎么做养鸡 农耕的技术 甚至设立工作坊 让非洲的妇女们 有机会学习纺织 能够走向一个不一样的明天 这一路走过来 很多人问我们说 辛不辛苦 说老实话 面对着非洲的 种种的不安因素 老婆小孩曾经得过虐疾 或者是面对 整个组织财务的压力 以及内部的纷争 甚至到外界的质疑 所有的一切一切 让我们每一天 是非常的挣扎 但我想如果我们眼光放远一点 看见五年十年之后 这些辛苦 这些挣扎 这些痛苦 或许就会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精彩的故事 我想我们应该害怕的 不是这些困难 而是害怕 生命最后结束的时候 是没有故事可以说的 有多少人一生当中 有机会能够站在沙漠当中 抱着那些 本来应该要死去的孩子 有多少人生命当中 有机会能够看着孩子 在沙漠中喝下 第一杯干净的饮水 我想这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大最大的收获 所以你说 面对这些困难 害不害怕 当然害怕 面对这些压力 我们当然辛苦 可是最终 我们最应该害怕的 是平顺 无法留下故事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